周氏啊 之前也没跟我提起 你们还有这层关系 那要是我早知道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事了是吧 周氏 既然来了 怎么不坐下聊两句啊 你男朋友也在这儿 男朋友 周氏啊 你们有这层关系 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要是我早知道 尚绝和云马是合作关系 当初我也不会质疑 尚绝珠宝的材质问题 毕竟云马也是我们大展的常客 有他做担保我比较放心 开什么玩笑 我跟他 我才是图了女朋友的服 才能跟吴大师您合作 这样 我们先去看一下出展品 回来再跟你聊 在楼下 放开 吴凤 吴凤 我打人了 哪儿啊 我 打打打打打 魏总 冒充别人男友 不好吧 是吗 那比起被人锁在卫生间 撩人撩到一半跑路呢 还真是过不去了 昨天的事 能不能当我脑子进水 就这样过去了 平白无故被前任占了便宜 你觉得我会善把甘休啊 是我行为不断 我道歉 实在不行 就告我性骚扰吧 谁有空告你啊 我要的从来都只是一个解释而已 我问你啊 你到底是这么想的 你要不说 我可就自己解读了 周氏 你是不是想跟我复合呀 也不是不行啊 只要你先开口 过往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久 怎么样 考虑考虑 我 项圈已经解开了 要不要逃走随你 只要你能承担后果 开什么玩笑 魏总之是单身时间久了 连逢场作戏都看不出来了 这女人 想要使用男人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 我两年前就已经用过了 第二种 就是我昨天对你做的 老真做的一难平 那我们就约个时间 把我欠你的都还你的了 可以啊 什么时候 既然你这么看我 那不管是一锤子买卖 还是长线交易 我都没有理由拒绝对吧 不过 这次你可别想半途而飞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上次的那个酒店 你要不来找我 那我就去找你 喂 你这什么眼神 是被小爷的美貌给震慑住了吗 我说你长得也不错呀 虽然是个变态 你不认识我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 你叫薛宁 不是宁飞 怎么又遇到熟人了 我跟你说最后一次 你口头的那个宁飞 可能是我的过去 但是我不记得了 所以韩萱就免了 虽然是熟人哪 但这房子照样收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我回来这么久 你是第一个接受这么爽快的人 其他人光是接受我失忆 都得好几天 明明我现在都帅好不好 看来你会也不会 如句 伙子旁念四声 即语句你个文貌 你非得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个吗 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 烧车不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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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笙 帮我叫陈医生过来 我这里有个患者样本 他应该很感兴趣 帮 могли Bernabéu 现在刚才处理 没想到魏总 来得这么准时刻 那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 想要做个了断的吗 我后悔了 对不起 我不想结束了 你 到底怎么了 她现在的状态已经可以接受你的提问了 你可以进一步提问了 好 你到底是谁 是你 你不是宁威 我不记得 好 你不记得 但你总记得周氏吧 你们认识多久了 两年 那你还记得 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我记得 但是我估计她已经忘了 在见到她时 已经是在医院了 那场事故带来很严重的后遗症 不管她再怎么努力复健 都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握起花笔 既然是一样的 她也认识了 她也认识了 她还是选择了离画最近的工作 从画廊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一步步成为今天的她 也走到了我姐姐身边最近的位置 她说 有一半的努力 是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但是只有我知道 其实是她救了我 那天晚上 她受伤也都是因为我 是我太弱 醒了 昨晚睡得好吗 睡 老子杀了 怎么回事 你对老子做了什么 昨晚你一直在说胡话 医生就给你打了震惊机 现在药劲还没过呢 你最好老实点 胡话 我说什么胡话了 我说什么胡话了 也没说什么 无非就是你女朋友把你甩了 什么 真是想不通 你跟着薛姿时间那么久了 怎么她的手段一点都没学会 真是白占了斯诺家的性了 我跟这个我都说了 她说 你管这么宽干嘛呀你 你乖干嘛 我是你哥 你呢 是我爸收养的 所以从名义上呢 我们也算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你可以住在我这儿 但是 你必须给我遵守规矩 把照片卖给我 不是啊 你一直对周氏姐的照片有什么 她是我女朋友 之前怎么样 随你便 从今往后 你最好给我认清现实 别再给我纠缠不清 我就不 闭嘴 维安 走 生那么大气干嘛 这就是你错过的周氏吧 拍得真好 其实你应该高兴 至少 周氏当时离开你 是有苦衷的 不是真的以情别恋了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他当时受伤的时候 你不在他身边 所以不是你的错 是吗 那我这两年都做了什么了 你不也在偷偷打听他的消息吗 如果当初 我要是能多信任他一点 就亲自的去找他了 现在做也来得及 魏总 魏总 你要抱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都快转不过来气了 你刚刚说的不想结束 是字面上的意思 不 不然呢 不然还有什么意思 在某种情况下 也可以理解为 不 要 停 你真以为我是来占你便宜的呀 都已经分手了 还玩仪式感 这跟骗色有什么区别啊 我在你眼里 就搂到这个地步了 就算是 我也没想让你得逞啊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穿成这样 是为了方便让你竖水推舟吧 不然呢 不然呢 当然不是 你想什么呢 我是因为身上撒了咖啡 让胡云拿这些 我还没有为我得及换你就完了 我才不信呢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 这 周小姐 你的衣服处理好了 现在呢 算 算过关吧 不过 那这怎么解释 洗完澡 为什么要擦口红啊 我新买的口红 这是色号不可以啊 难不成 我也总以为 我是在私用你吧 谁让你跟我放狠话 前两天说要跟我逢场做戏的是你 今天反悔的还是你 我那是为了让你知难而退好不好 谁知道你堂堂总裁 非要跟前女友死磕呀